哈喽各位志友 你一定有听过磁铁 但你知道你身边有多少东西都会用到磁铁吗 小字耳机里的发音单体 大到电厂里的发电机 从软碟到硬碟 从四驱车到特斯拉 从微波炉到核磁共振 到你家冰箱上的磁铁都是一样的原理 今天就让我们来掠懂一下磁铁这个黑科技吧 进入正片之前先帮我们加点订阅数吧 拜多 磁铁最早的文献记载可追溯到西元前六百年 哲学家泰勒斯的著作中提及也是磁铁英文名字由来 来自马格尼西亚的石头 而亚洲这边则是西元前四百年鬼谷子的著作提及 其茶言也不诗 若磁石之许间 蛇之曲凡国 某些文献也被称为磁石 而它的创造者我们称它为磁母 磁母少主 磁铁最早的应用也就是指南针 除了用来指引方向也用来寻找水源 矿源或磁母 12世纪左右更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接下来跳到19世纪初 丹麦哥本哈根的大学教授汉斯奥斯特 意外发现通电的线圈会影响罗盘的指针 人类就开始研究电磁学 后来的马达发电机 电报双音机 音响到电视机 甚至医疗器材也全都是因为这样发展而来的呦 那么磁铁的磁力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国中我们也有学过 这世界上所有的物体都是由原子所组成的 原子就是由电子子子和中子组合起来的 其中电子和子子都带着电荷 而电子在原子内的运动比较活泼一点 除了绕着原子核跑来跑去 自己还不断的旋转着 就叫自旋 因为电荷的运动会产生磁场 自旋会让电子本身就像个小磁铁一样带着磁性 所以实际上原子核的周围 就像是有很多小磁铁绕的转一样 不过大部分元素带着电子树是成对的 产生的磁场就会抵消掉 让那个元素不带磁性 如果是具有不成对的电子 那么没抵消掉的磁场就会让元素带磁性 元素表中就只有这些元素会带的磁性 只不过有磁性的元素组合起来的物质 还是不代表会有磁性 就像我们在热处里提过的 在堆叠的过程当中 原子会有各自的小圈圈 每个小圈圈可能会有不同方向的磁场 在某个方向的磁场特别强的时候 整体磁场就会偏往一个方向 进一步带有磁性 天然磁石就是这样带有磁性的 相反的 当小圈圈都差不多大小 而且各有各的方向时 磁力就会互相抵消 那还是不会呈现出有效的磁性的 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在外部施加一个强大的磁场 我们称为KOL磁场 不要瞎掰好吗 让它们慢慢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而放大产生明显的磁场 这就是磁化 但是小圈圈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改变方向的 在一般的情况下需要超强的磁力才可能转向 好在我们人类发现的渗透小圈圈力场的小技巧 就是从外部施加能量 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率的磁化 第一种是利用敲击的方式 对磁性材料敲击的震动 会让分子变得活跃 而磁场松动 变得更容易被外部磁场所影响 我们在敲钉子的时候 有时候敲敲敲会暂时让铁钉变小磁铁 就是这个原理啦 这些铁钉就是因为地磁的影响而带有了磁性 但用敲击的方式因为震动不大平均 所以小圈圈们还是会渐渐的归位 慢慢回复成没有磁性的状态 再来第二种就是加热 磁性物质加热到特定的温度 这个温度点就叫 居里温度 依据材料而有所不同 一般大约在700到800度左右 这个时候分子也会因为热能而变得活跃 内部磁场就会变得松动 就更容易被KOL磁响带风向喽 用这种方式等温度下降的时候 磁性就会被固定住 就是比敲击更理想的磁化方式 只要这样改变磁场 它们就会变得更有秩序 磁力变得更强 就像被充电一样 所以磁化我们也可以称为充磁 工业上生产磁铁的时候 就是把磁性材料加热到居里温度 慢慢降温达到消磁的目的 或称为退磁 然后再用电磁线圈在外部施加磁场来充磁 才让磁铁带有磁性的哦 经过磁化过后 如果能够保留磁力的 我们就把它称为永久磁铁 就是我们一般认知的那种磁铁 也称为硬磁 实际上永久磁铁比你想象中的更多样 主要差异就在磁力的强弱和耐温的程度 因为每种磁铁的工作温度不一样 超过工作温度磁力就会开始慢慢的减弱 如果超过了距离温度就会完全的退磁 所以也影响了应用的领域 不是磁力强就可以胜任所有的工作的 我们常在白板上看到那种黑色的磁铁 就是铁阳体磁铁 主要成分就是氧化铁这种陶磁材料 家用的喇叭单体 马达 维布鲁上都是这种磁铁 便宜好用 缺点就是磁力普普通通也很易碎 接下来是铝面固磁铁 这是最早被开发出来的磁铁材料 大部分的应用已经被取代了 但因为温度的变化对磁力的影响很低 目前常用在特殊的工业或军事领域上 铝铁棚磁铁就是文具电脉的那种强力磁铁 它能够举起自身千倍以上的重物 是目前磁力最强的磁铁 人称晚磁王 网路上常常拿它来做一些奇怪的实验 不过这种磁铁比较容易被腐蚀 会氧化 所以表面就需要电镀来保护 比较适合用在消费型的产品上 像硬碟 手机 耳机 高级音响 甚至电动车的马达上都会用 然后女呢 是一种稀土元素 有些高档货呢 还会再添加低特这些重稀土 所以也会稍微贵一点 还有一种高级的强力磁铁 叫山菇磁铁 虽然磁力只有第二强 但工作温度比女铁棚磁铁更高 还有很强的抗腐蚀跟抗氧化性 可以在严苛的环境中使用 像航态燃油车里面的sensor 轻能源车压缩器等 山菇这些也都是稀土元素 所以又更贵啦 磁性粉末也可以混合橡胶或树脂材料 来做成塑胶磁铁或橡胶磁铁 可以用一般塑胶通用的加工方法 像射出 磨压 挤出等等的方式进行加工 消除磁铁易碎的缺点 另外像软软的那种磁铁 也是这种磁铁哦 可塑性也会变高 筋度也变高 也可以让它变得更轻量化 适合用在风扇马达 小型马达等领域 不过混合了其他材料 磁力张滥就会变弱啦 而跟前面讲的相反的就是 非永久磁铁 也就是冲磁后不容易保持磁力 容易被改变磁性的磁铁 或叫做软磁铁 要注意这个软磁铁 跟刚刚讲的那种软软的磁铁 可是完全无关的 电磁铁就像是一种非永久磁铁 它是有电才能有磁性 越强的电流还能产生更大的磁力 在电影中我们常常看到 而电磁铁的机构除了线圈 也必须要有软磁材料作为铁铁 才能够引导和放大磁场咯 除了磁铁之外 还有一大堆有的没的 像是铁磁流体 悬磁什么的 学问很深 我们有机会再谈啦 事实上 因为稀土金属矿源和分离技术 大部分都掌握在中国 所以磁铁制造商也都是在中国居多 如果你要找Made in Taiwan的磁铁 那你就只能找 跆拳金属咯 也就是本期的干爹 跆拳金属目前是台湾唯一拥有原料 加工 烧结 研磨 充磁 完整生产线的磁铁供应商 已经有50年的历史 这就是他们在龙潭的工厂 看这磁铁一个个烧出来多疗愈啊 知名音响品牌 其实我们人也和磁铁一样 在群众激昂的场合中 容易被激起热血 容易被左右 就像冲死前要先加温一样 洗脑也会先给你一段感官的刺激 就可以填充一堆讯息 来改变我们的想法 所以不管是面对金钱还是爱情 我们还是要记得保持一部分的冷静 才不会被鬼的团团转啊 说到这里 我好想要一个大磁场来狂吸粉啊 今天就说到这啦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